法师有话要说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 我是友中法师 是这个法师有话要说的节目主持人 那我们这个月的主角呢 是来自新马市的喵生法师 让我们来欢迎喵生法师 喵生法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好大家吉祥 好喵生法师呢 目前是新马市的监士 也是我们的负责社教的社教当家 那喵生法师可否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当初是怎么接触佛法的呢 我从小接触的是那种传统佛教 就是有一种叫做菜国安 就是摘古安堂 所以家里附近就有 因为我亲姑姑就是 就是这种 然后说我五岁就开始接触 我印象中我最早的印象是五岁 然后我只要学校放假 我就在那边度过 所以等于是说我一般的时间在家里 就是上学的日子 一般的时间就是在那边过日子 所以我从小接触的是一种传统 帮人家看命 然后帮人家补卦 帮人家补运 这一些都没有佛法 没有佛法 只有佛像 有观音菩萨 观音娘娘 然后呢 这个初一十五 他们就帮人家送金 帮人家补运 帮人家看三世书 我从小接触是这种佛教 那小时候呢 就有看到我哥哥 我哥哥呢 去周治儿童高学班 那我就觉得很羡慕 那我说我要去 我妈妈说 那你长大了才去 现在不要去 那就这样的一言 我就很盼望 非常盼望 OK 我长大了才去 那所以我小时候 要我接触佛法 是怎么接触佛法 我家里 有人寄来 佛教杂志 所以人家寄来的佛教杂志 是我看的 所以不是我家人看 是我 反正我什么书都看 所以有看到他寄来 那时候我在追 追什么 应该是有 十大弟子的年载 还有逸林国师的年载 然后我就看这些 那可是这个是我儿童时期 我儿童时期大概蒙蒙懂懂懂 我觉得佛教 那都是那种一般民间信仰 那我大概从杂志当中呢 大概认识一些佛理 那到我13岁进入到中学 所以我进入到中学的时候 我第一志愿 我第一志愿 我就等着中学的佛学会来招生 所以我是直接 二话不说 直接是加入的 因为我本来就等着他来招生 所以我真正的学佛 对佛教的认识 是加入中学的佛学会 我从那边开始认识佛法 开始知道什么叫三宝 然后什么是四圣地 发生到四圣远这些 那我还有就是说我每一年 每一年假期呢 我都参加中学佛学生活 那还有就是参加他所有的活动 那所以我其实我办活动的能力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接触跟经验的 开始学的 那所以因为我们那时候生活也很长 我第一次参加的生活余 是六天五夜 非常长 因为那时候 假期都两个星期的 就像现在假期一个星期 那个假期是两个星期 然后那个第一次参加是六天五夜 后来参加的 这个隔年参加就要五天四夜 后来就一直说说到四天三夜的 所以我第一年参加 我进入博学会 第一年第二年大概是当新生 当这个学员这样子参加 我到宝都 宝都就是中俄开始呢 然后就开始承担起这个工委 还有呢就是干部的工作 就开始转为身份去办活动 去办这些博学会的这些种种的活动 所以呢我大概整个认识博法 大概是在博学会的这一个六年的时间 六年在中学 那其实呢我从小我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要出家 哇真的有三个人 所以所以每一次 每次讲这个小时候问这个志愿啊 我讲这个 我从小到中学我每次讲这个志愿 我一定被人家笑到二十 你的同学们都会觉得 还是你老师会觉得 你这个志愿怎么跟一般人不一样 对对对 所以我一直每次被人家取笑 被人家笑 所以我也曾经放弃过一段时间 我就觉得说好吧 这个好吧我去 所以我到高中 我高中我在选科的时候 我就想算了 我就做个平凡人吧 那我就选账号 然后以后做个会计也不错 这个所谓也要选账号来读 可是中学我后来决定 决定大概到我高中三 就是考HPM那一年 没有应该是考HPM的前一年 广播的年底 就是这个高四 不是就是中四 中四的那个年底 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在同班同学 我跟他没有很好 可是总是同班同学 那同班同学突然间的一个去世 突然间他据说他前一天晚上还去 还去补习 还去补习 然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用早餐 这个一边喝着卖肉 然后就一边人倒下去 人就走了 没有任何原因的 没有任何原因 对 就是这个 就像佛教里面讲的 就是一口气不来 人命就没了 所以我那时候都还在办着活动 因为我中学我大概有两项 两个大方向 一个是佛学 一个是音乐 所以我一方面是在佛学会 一方面是在这个火业团 那还有吉他社 大概 所以我那时候还在搞着 那个作曲 这个这样的一个音乐活动 那我突然间接到朋友的电话 通知我说 要去某人的这个商品 就突然间他去世了 所以还是同班同学 还在好好读书 所以这件事情呢 给我是有一点点的 震撼很大的震撼 对一个冲击 就是说真的 因为我已经学国六年了 学国六年 所以那时候就给我一个 就是觉得说 生命无常 这样的一个 真正的一个体验 什么叫生命无常 所以我那时候就 因为已经到中士 隔年要考HPM 就已经要选大学 要选要做什么 所以我那时候 就因为这件事情 给我的一点点的一些 重新的回顾 这个去审视生命的这个课题 这个是一点 那再来呢 就是说 所以我们后来 这个学校的年终放假 学校的年终放假 我们佛学会呢 大概有五个干部呢 就结伴去参加 槟城极乐室的一个短期出假 那参加短期出假回来 那时候就已经决定 我自己要走什么路 哇 其实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无常 一个无常官 那还有一个是 我一直以来也觉得说 对 马来西亚法师不够用 因为我本身在学佛的这个过程当中 知道法师一直很难请 那其实有 我们有一直有 我们一直有一个 我们也很庆幸 我们一直有一个宗教导师 就有一个法师 是我们的辅导法师 可是我看他每一次呢 一个人要管非常多的地方 非常多的这个学校团体 然后都带着我们去教 教我们很多东西 然后可是觉得说 他一个人要去补导 那么多个地方 我觉得 马来西亚法师不够用 尤其是参加这个短期出假的时候 也是一个深刻的一个体验 所以我那时候 短期出假结束完守之后 就觉得说 应该去确定的这条路 那确定这条路呢 就觉得说 当法师要怎么当 所以你那时18岁 对对对 这样去18岁 因为我们那时候要读 预备班的 所以算是18岁那一年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要怎么当好一个出假人 应该要先去把佛法学会 然后把佛法学会 一件事情 当然就是要去读法学院 所以你就去了 对 然后我跟共产佛法学院的一个应援 其实来自一张旧报纸 你看到报纸 所以你心里其实都有这一种 一张旧报纸 不小心捡到的旧报纸 不小心 然后上面就有了我们的广告 没有 我就说嘛 那个 那时候应援也很奇怪 因为我在吉达州 我在吉达州可是 冰城 最靠近吉达就冰城了 冰城有 马来西亚佛教总会的佛学院 有佛学院可是我没想到去那边 然后我的因缘就是一张旧报纸 然后我就看到东禅佛教学院 那时候其实是还在建的 它只是一个蓝图表 然后就说 它是 其实我那时候不认识佛工山 也不知道什么叫佛工山 我叫星云大师很有名 我刚开始我看星云大师这四个字的时候 因为我在学校 学校有一些佛书 所以那时候我看佛教故事大全 我看十大弟子 我看玉林国师 我看这些每次写的星云大师 那因为书很旧 所以以为他是作古的人 所以因为书很旧 我就以为以前不知道什么组是大德写的 后来大师1996年 八万人洪法大会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这个造成很大的轰动 所以几乎每一份报纸都很大幅的报道 我那时候才知道原来佛工山 创办人是星云大师 对佛工山跟星云大师 我说星云大师原来是还活着的 你看旧报纸的一个东禅佛教学院 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我才知道佛工山与星云大师 后来我在捡到这个东禅佛教学院的这一张旧报纸的时候 他就写着佛工山写着星云大师创办 然后呢 未来将在马来西亚打造类似佛工山这样规模的 马来西亚佛工山东禅佛教学院 这个号称这个要效法台湾佛工山这样子 也是说台湾佛工山第二啦 这样子的意思 类似这样的一个邪法 没有音源啊没有电话没电话也没得询问啊对不对 但是也没手机也没电脑 那就有一天我就等到一个音源 他到我的家乡来逢法来佛学讲座 好我就去听我去听我等到人这个取忠人善等到全部人走完他也跟人家这个会课完毕我等到他出来我就问他说东藏佛教学院在哪里要怎么联络 他就递给我一张名片那时候是佛工文教中心的地址 叫我打过去佛工文教中心问 然后我就这样子才联络上 然后这样子再转过去东藏东藏那一边然后才联络 然后那边老师就叫我这个递交 因为那时候也没email这些嘛 就跟我讲说要不然你什么时候你来面试 OK 还有就是递交一份的这个自我介绍简历 简历 简历 然后先成交他上去 然后再这个预约面试的时间 我那时候正在考这HBM 然后我在做这件事情 同时你就知道你非常明确知道你的方向是什么 对 别人都在找大学 别人都在想他读什么科目 那我就很奇葩的我就在找副学院 然后我一边在读这书 然后我上更半夜在写我的简历 然后所以我考完我考完HBM的那个隔天 那我就出发 其实我真的我从地图上我都找不到人家弄在哪里 因为人家弄实在是太小 那时候实在是太没有名了 最最最最多标 顶多标是Glang 巴生在哪里 然后万钉在哪里 没有人家弄这个地方 你就这样子坐着巴士 一个18岁的年轻人就这样坐着巴士去了 对我转了上趟车 我从晚上坐车 坐到第二天的傍晚才到东禅寺 然后我到东禅寺的路口的时候 他他不是那个那个交通灯吗 路口我就下车 下车我就走啊 走了十几分钟 怎么还是游中原 因为那时候东禅寺 整个整片都还是游中原 整条路都是游中原 对对对对 他只有 他只有人小 人家弄滑小 往前才有 才有处宰 过了人家弄滑小以后 整个后面都是游中原 所以东禅寺 那准树立的高高在上的观世音菩萨 终于得救了 没有搞错方向 没有走到 走到伤疤里面去 哇你非常勇敢 你那面少保持我们 那我跟听众这样子听来 我们会不会可以说 你从小的音乐非常好啊 虽然是在一个安堂 那虽然那个传统的 就是那个马来西亚一些传统的佛教 不是那么的 不是那么的 呃完全的正派正性的 的正道的佛教 可是他们给你开启了一个学佛的道路 乃至于你的父母家长 是不是都很支持呢 就像你刚才说 你从小就有这个愿望哦 你的同学们都会笑 你都知道 那是不是你家人也知道 那他们就 从小就已经接受 您是一个非常有悼念悼气 乃至他们就接受了 这个我的孩子 总得一天就是要出家的 哎说我们接受吗 我刚开始 我提出我读佛学院的时候 我爸爸当然也在骂 他就讲了一句 他说 我就算不能供你去国外的大学 可是你要读本地大学 我还是可以让你读 那我姐姐也欠我说 出外社会 你读大学 你一样可以学佛啊 那你出外社会工作的 你可以一样也学佛 你学佛你要搞什么 你一样你去做嘛 你去参加嘛 那你以后你真的出来工作之后 你觉得 你想要这个走这条路 你再决定嘛 你不要那么快就决定 嗯 那时候就这样 嗯 家人就这样子 嗯 可是你还是非常明确 非常勇敢的做了自己的决定 因为 因为其实我一直觉得 我我我一个很深刻 就是一句话 就是人生七十古来期 嗯 前十年小后十年 后十年老 中间就五十年 然后呢 睡觉又睡了一半去 啊 所以人生没有几年可以用 所以我会觉得说 好 嗯 呃 如果 我出来读书 读到二十四岁 那我出来工作 那我可能这样子 多多转转 差不多将近三十岁 我才再重新进来佛学院 我再重新进来佛学院 然后再重新学 然后再出家 那我不是比人家痴 嗯 对那那问题是 我如果我本来已经决定了 那我还要多多转转转 那这样一趟以后 我还要再重新回到原点 那我不是浪费我的生命 我失去了 学了很多 呃学习的机会 我当时是这么想啊 感谢我们今天的主角 妙生法师哦 我们这样子 我们可以听到哦 妙生法师从小就非常有悼念 对自己未来的方向很明确 而且他排除万难哦 在十几岁的时候 就知道我就是要出家 这种勇敢勇气 乃至于他一个人驱车到游中原 在那个游中原的茫茫大海中 终于见到了东禅寺的观星菩萨 然后开启了他自己一段学佛 更深入的一个修道的过程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来请妙生法师跟我们分享他的学佛之路 阿弥陀佛哦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崙芙 师傭 恩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